我記得我小時候過年的時候 攝攝影機不能掃頭的 對對對 不能坐家室 不能坐家室 洗碗什麼都不行 都不行啊 我們怎麼說 那掃頭的那個本書也不可以 對 就是盡量不掃地 一到蒼蠅 那本書都要把它放起來 你不可能蒼蠅到蒼蠅都不掃 就是蒼蠅那天不要掃 就是不要拿掃手就對了 那蒼蠅開始會可以掃 為什麼不要拿掃吧 因為你剛才說的時候 就是說你如果掃就是 掃蠅會把你的財掃掉 所以說我們那些 那個本書其實也是一個財庫 所以我們就是那天不要掃 蒼蠅之後就可以掃了 蒼蠅之後但是你本書絕對沒有掃 所以為什麼現在蒼蠅的時候 都蒼三蒼五粒 中國人說土是財嘛 那這些東西有沒有灰塵啊 都是財 那蒼蠅就把它先掃乾淨 然後初一的時候就不要拿刀子 也不要講髒話 也不要罵小孩子 也不要跟他辣不辣 也不要太有情緒好不好 也沒睡衣服 對 其次就是說不要打電話叫別人起床 對 為什麼 會讓大家覺得這一年會很辛勞 不要吹 也不要睡午覺 睡一睡整年都睡著了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其實就是 初二就是回娘家送禮物要成雙成對 一對一對的 對 然後初三的話 我們稱為比較屬於煞的日子 那天初三都會不亂出去 在家裡面靜觀其變 初五就會營造神啊 因為造神二十四到放假嘛 所以二十四回來了 要迎接他 然後替我們講好話 那初五開始就做個整理這樣子 來了老師有補充嗎 我剛剛要補充就是說 不拿掃把 我們掃把會說掃把心嘛 那初一你就不要去碰那個掃把 好像今年都沒什麼好運 對 掃手機 除了就是說不要掃地 就是好像把掃掃掉之外 碰到掃把也不好 那初一初二就是水神的生日嘛 所以我們也不洗東西 初一初二是水神生日 對 盡量不要去洗衣服 尤其洗衣服就是 今年就是衣服是濕的 一開始就濕的容易生病 容易就是有病二 然後就是犯小人啊 然後財運不濟啊 盡量衣服就是乾燥不要洗 對 那如果說今年要轉運的話 要怎麼轉 轉運喔 很簡單 像我們剛剛 轉運其實新家 就是有很多廟都有在這階 其實我們要去查一下流年 今年有犯車官嗎 我們要求好運之前 先要消災 節二 把消災 節二先化儲了之後 好運才會來嘛 看有沒有犯小人啊 有沒有劫財心啊 那有沒有病符啊 這一些不好的 如果我們今年的牛年 有犯到這一些煞氣 我們就去化解 先去這階 對 所以過年我們廟都很忙 就是很多的廟魚 除了很多人去拜拜 如果有辦這個這階法事的 就會聚集很多人 去除慧一下 換一個新運 那有的廟裡面呢 就是有幫你除慧氣的 對 有的廟它會給你紅蛋 紅蛋你就從頭到尾了 然後沾一下 然後那個被兩殼 有沒有就把慧氣 隨著那個蛋殼 那兩殼就被掉 被重生 那個蛋瓦吃掉嗎 對 吃蛋那殼丟掉 那殼丟掉 那個殼不可以不燉 那個殼的時候 那殼丟掉 那殼丟掉 不是說什麼丟掉 就說從頭到尾這樣 對 彈掉 對 從頭到尾 這邊彈過 對 彈掉 把你身上這樣帶過去 對 那兩殼的 跟連殼一樣 連殼一樣 連殼也一樣 從這個 金錢脫殼一樣